- 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開架粉餅評比 因為現在正在煙煙夏日 所以我們前陣子分享過了蜜粉防晒 這次也要分享一個非常應景的產品 我們挑了七款開架的討論度非常高很熱門的粉餅來做一個綜合評比 評比的項目會有粉質、妝感、遮瑕度、遮毛孔程度 還有適合膚質來做不同的評分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我本身是乾肌嘛 所以我其實平常比較少單獨使用粉餅來上妝 那我這次特別邀請我們家企劃因為它是油肌 所以這次的評比其實會有從乾肌到油肌的綜合心得 是我覺得更加的準確 那大家想知道什麼產品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款呢 是Integrate的柔膠青透美肌粉餅N 總共有出三個顏色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OC10 那這顆粉餅呢先說一下它的包裝 因為它外包裝非常的可愛 它是做這樣方合然後有個愛心的壓紋 打開來呢裡面有附鏡子、粉撲、粉撲的手感 我覺得非常的柔軟 中間有個透明的墊片 那裡面粉餅呢也有個愛心的壓紋 上面還有Integrate的logo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從裡到外都非常的少女心 那之前呢其實他們是粉心跟粉盒分開賣的嘛 那最近還有做個優惠就是粉心會直接送粉盒 所以整個價格就比之前可愛許多 那這顆它就是主打說可以隱形毛孔啊 修飾瑕疵 然後上起來也有高透明度 其實它在日本非常的紅 at Cosme大賞有得過一、二名在粉餅賞裡面 甚至它有打敗過專櫃的粉餅 它也是我自己私心還蠻喜歡的一顆開架粉餅 那它的粉質啊我必須說是我自己最喜歡一點 因為非常之細緻 細緻到就是你手去摸你摸不到那個粉的顆粒感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粉質是有一個保濕濕潤度在的 然後你又不會覺得它有厚重感 那像我因為自己是偏乾肌嘛 我比較少用粉餅會全臉上妝 但這顆是我少數可以用粉餅上妝 在夏天的時候 或是我可能會去局部就是T字部位比較油的地方 偶爾就是我眼下比較不乾的時候 它其實也可以拿來遮眼下 我覺得它就是有這種遮瑕度跟定妝就是兼具的感覺 那它上起來妝感是比較偏向柔霧感 然後出油之後會變成漂亮的奶油肌 那這顆我給它評分呢 遮瑕度有四顆星 然後遮毛孔程度有五顆星 我覺得它遮毛孔效果尤其優秀 我覺得它用了就是上妝一整天 比較不會有暗沉的問題出現 那基本上我覺得它算是 除了大油甜之外 就是比較不限膚質使用的一顆粉餅 再來第二款呢 是ZA的妝自然無瑕粉餅EX 它總共有出四個顏色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OC10 那它的包裝做的就是比較粉嫩少女心的感覺 然後也是方和設計 裡面有鏡子粉撲跟粉蕊 那粉撲比較特別它是做霜面的 一層是海綿面 然後另外一層是絨毛面 它就是可以上出不同的遮瑕度 那粉質的話呢 雖然它是主打說自然無粉體 但是我覺得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就是我們這支七款比下來 它其實摸起來是比較會有一點點顆粒感的 然後上起來會帶一點點那種微亮粉感 那它上起來妝感呢 因為有那個亮粉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偏向霧光的感覺 然後遮瑕度呢 我覺得偏低只有2 它其實就是主打說上起來像尾素顏 我覺得這一顆 與其說是粉餅 不如更有點介於是 蜜粉餅跟粉餅中間的那種 遮瑕度跟透明感 那遮瑕膏層度也會給它中間三顆星 那適合膚質的話呢 我覺得乾性到混合偏乾的OK 再來第三款呢 是HIMI的柔膠無瑕粉餅 這顆粉餅有出四個顏色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1號 那它外型比較不一樣 它是做這種長方形的方合 打開來呢 其實目前開架幾乎都是會有附鏡子啦 然後它這個鏡子好處是比較大面一點 然後粉撲跟粉銳 那這個粉撲呢 我覺得它比較偏硬一點點 然後也比較薄 粉質化呢 我覺得算是還蠻細緻的 那它上起來妝感呢 比較偏向微霧感 遮瑕度我覺得也偏低 但比剛剛這件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我給它2.5顆星 然後遮毛孔的話是給它3顆星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就是適合乾肌到混合肌膚質的人 不過它有個缺點就是 我覺得它上起來就是時間拉長會暗沉 所以如果你想用這顆的話 就是建議可以買白一個色號 再來第四款呢 是VISA的日鏡美肌粉餅 它總共一樣有四色 然後我們用的色號是OC410 它的外型做的是這種也是長型的 而且P格剛剛說它的這個黑叫做 消光黑 它是霧黑配一個奶茶色調 那裡面一樣有鏡子粉撲跟粉睿 它的粉撲做的我覺得手感也還蠻Q彈的 那粉質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細緻度表現也還蠻好的 其實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日系的粉餅 它的那個整個粉質細緻度 細膩度都是在更優秀一些 那它主打的特色呢 其實就是上起來會有那種美肌濾鏡的妝效 所以其它妝感比較偏向那種粉霧感 那遮瑕度呢 我會給它4顆星 然後遮毛孔效果的話也是會有4顆星 其實我覺得它粉質非常細緻 所以我覺得遮毛孔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上起來服貼度也很夠 整體來說 這款我覺得是適合乾肌到混合肌的人 再來是這個1028的空氣定格粉餅 它總共有出3個顏色 然後我們用的色號是110 它包裝呢做的是這種白色的防合 裡面打開一樣有鏡子粉撲 它的粉撲是做霜面的 就是一層絨毛面一層海綿面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有做一個上下鋪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好處是你的粉撲比較好拿 然後也比較衛生一點 那它粉質的話呢 我覺得細緻度大概跟剛剛那個HIMI差不多 那它主打呢 就像Prostate其實是持妝效果 它上起來妝感也是比較偏向粉霧感 但它的粉霧跟剛剛Visay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覺得它是更收乾一點點的 然後Visay是稍微帶一點點濕潤感的 那它的遮瑕度呢 我會給它3顆星 然後遮毛孔程度也是3顆星 就是比較中規中規的表現 但因為它蠻控油的 所以適合膚質 我會想要推薦給混合到油性肌膚的人 再來呢是Sophia的 樣結青妝企機長效粉餅進化班 終於完整的背出來了 那它總共出了4個顏色 然後我們用的色號是OC03 那它的包裝呢 做的是一樣長型的粉盒 但是它粉的厚度比較厚一點點 我覺得算是今天的體積最大的一個 然後裡面一樣有鏡子粉撲跟粉蕊 那粉撲做的我覺得手感也還蠻柔軟軟Q的 那粉質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非常的細緻 如果說Indegress第一名的話 它就是今天的第二名 那它主打特色呢 就是控油持妝但是輕透 那上起來妝感是比較偏向微霧感的 不過遮瑕度呢就比較低 只有2.5顆星 不過填補毛孔的效果有到5顆星 因為我覺得它粉質非常的細緻 那整體來說這顆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混合肌到油性肌的人 最後一款呢是Mavelyn的Feed Me反孔特務控油粉餅 它總共出4個顏色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112 那它是今天唯一一個圓形外盒的粉餅 裡面一樣有鏡子跟粉撲 粉撲也是做圓形的 比較扁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它的粉質呢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比較乾 然後有帶一點點顆粒感 然後你這樣推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不滑順 會有點色色卡卡的 那主打特色呢就是控油高遮瑕 它上起來妝感就真的是純霧感 也是今天所有粉餅裡面我覺得最霧面的一款 那它的遮瑕度呢有5顆心非常的好 然後遮毛孔效果我覺得只有3.5顆心 因為其實它的粉的顆粒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你上在那種鼻頭啊或是有毛孔的地方 比較容易會產生白質嘛 那它適合膚質化呢我覺得是混合肌到油肌 不過如果你真的很介意味道的話 我覺得它有個化學的怪藥味 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啦 好以上就是這次的開架粉餅評比 那其實粉餅我覺得是更適合偏油肌嘛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乾肌的話 你可以選擇局部用 或者是在夏天比較熱出門的時候使用 那我挑了兩款我自己比較喜歡的跟大家分享 分別是Integrate還有Visit 其實我不得不說我覺得日系的粉餅的粉質 真的就是做的比較細膩 然後這兩款也是相對比較適合乾肌的 那這次呢就是有乾肌到油肌的綜合評比心得 就是希望可以幫助正在尋找粉餅的你們 下次想看什麼評比單元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然後別忘了更多即時的分享可以到我的IG 喜歡這影片的話別忘了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給你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